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人生多变幻,我们读真言 借着虔诚的读神的话 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顺服和遵行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亲必因此赐福我们 尤其是会给我们这些信他独生儿子 主耶稣基督的人得救的智慧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真言的第六章 真言第六章有一点长 总共有三十五节 这一章包含了智慧所发出的第十一篇和十二篇的训词 它们分别是一节到十九节 二十节到三十五节 这两篇训词论到了 不可替人作保 不要懒惰 乖辟 以及不要犯淫行的罪 几个方面的警戒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一到五节 不可为人作保 第二段是六到十一节 不要懒惰 第三段是十二节到十九节 不要成为乖僻 惹神 证悟的人 第四段 是二十节到三十五节 智慧 再次向人警告 有关人所犯的淫行方面的罪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十六节到十九节 经文这样说 耶和华所恨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蛇 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过了真言的第五章 这第五章乃是智慧所发出的 第十篇的训词 圣经乃是用一章的篇幅 专门在讲神子民要警戒言乱的事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第六章 其中第一节到第十九节 乃是智慧所发出的第十一篇的训词 这篇训词所论到的 都是神的子民在生活方面的智慧 讲到了不要做宝 不要懒惰 不要做神所不喜欢的 乖僻之人的事 而二十节到三十五节 就是智慧所发出的第十二篇的训词 经文又提到 关于神子民所要禁绝的 淫行方面的罪 相比较起来 我们可以发现 这篇训词所讲的话 要比第五章 论到淫行的罪所讲的话 更加严厉 今天的经文同样不难 我们就可以讲的概括和简略些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一到五节 有关人为朋友及外人做宝的问题 做宝的事情 我们成年人都懂 而且从古至今 可以说在各个国家的文化中 都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若是看犹太人的律法 大家可以参考像立位纪二十五章 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 神就曾借着摩西来规定 以色列人的弟兄中 若有穷乏的人就当帮补他 人对待贫苦的同胞 不可放在取利 一般在神的百姓中 因为有彼此相爱的原则 因而有人若有缺乏 奔着律法的精神 那人通常就得到了帮补 但以色列人当中 不免也会有人在缺乏当中尝试借贷 这个时候就会拉住朋友来做宝 经文中所提的击掌 就是指 因为要为朋友做宝 借击掌的形式 让双方所商定的生效 在圣经中 无论在神和智慧的心目中 无论对方是朋友或是外人 此举都是愚昧的表现 因为我们若帮一个人做宝 而那个人最终无力偿还 那我们这替人做宝的人 便被纠缠在无休无止的债务中 而一旦所欠的是高利的债务 那就更加永远不能脱身 因而第一节第二节就在讲这一点 你一旦替人做宝了 击掌了 发过话了 那你就自然要成为 承担债务的人 有人可能会问 难道我朋友有需要 我自己又无力帮助 那不能用做宝的方式 使他借到钱吗 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那因为有缺乏而借贷的人 到底因为什么处在极大的需要中 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偿还 还有你自己是否有能力 在他无力偿还债务的时候 为他付清债务 因为我们要知道 有的时候借贷的人弄不好 就可能会滥用借来的钱 有的人把钱花完之后就逃之夭夭 掏下一大堆的债务给你 最后我们才会知道 替朋友包括这里所说的外人 来做宝是何等愚昧的行为 我们始终要知道 圣经从来不反对 在神的子民尤其是弟兄之间 彼此相爱 但爱要有尺度 要符合真理 也要符合能承担的相应能力 因此神的儿女要特别小心 第三节的话其实是在讲 由于做宝 你就与自己的朋友 一样被拖进债务的牵连中 这里告诉人 要自卑的去恳求自己的朋友 放自己一马 让自己脱身 尽可能不去付 那原本就不明智的 不该去付的责任 第四节 第五节 经文就用比喻的方式告诉人 人一旦为朋友和外人做宝 所陷入的麻烦 乃是非同小可的 人要特别的警醒 不要马虎大意 那麻烦的事 一定要在你睡觉前解决 这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意思是 你稍不留意 可能就会陷入网络 第五节 讲得更加的严重 是明明告诫人 一定要保守自己 不要陷入 因为人做宝 而产生的麻烦中 经文说 要救自己 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做宝的过程 听起来 那位朋友和外人 有所担当的人 显得浑身 都有凛然的大意 又豪爽 又慷慨 愿意为自己的朋友 有付出 有担当 但是智慧 在此 严正的告诉人 一旦为人做饱了 那其后的苦楚 可是大的 就如同鹿 落进了猎户的手 就如同鸟 落入了 捕鸟人的手 你就再也 休想要有自由了 我们相信这一点 会让不少的弟兄姐妹 感到有兴趣 因为这方面的事 在今天 仍会频繁的发生 有的弟兄姐妹 甚至包括传道人 一不小心 都会陷在其中 因此我们要小心 要谨慎 我们若有能力 去帮那有需要的人 就带着信心去帮助 若自己的经济能力有限 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 有些事情 不好深入下去 我知道个别的例子 很多人因为为人做饱 最终损失巨大 只是为了特别的缘故 我就不在这里具体的举例子了 但我们大家可以思想 可以讨论 我实在是相信 我们的神 既然借着智慧的口 告诫 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不要做什么 那就一定有 不要做的理由 而且是一定 为你我的益处 感谢主 那接下来是第二段 六到十一节 智慧发话 告诫神的子民 不要懒惰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一段 等读到第三十章 二十五节的时候 还会多讲一些 我们知道犹太人 自古以来 都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 而且在真言这一卷书中 多处的经文都在鼓励人 要勤劳 不要懒惰 在这一段中 特别是以蚂蚁 这非常平凡 不起眼的小生灵 来作为人要学习的榜样 人要学习的 就是蚂蚁 在夏天的时候 为自己预备过冬的粮食 我们知道蚂蚁 在冬天是不工作的 他们过冬的食物方面的储备 一定要在春天 夏天和秋天完成 而蚂蚁每天出来工作 他们不单自己工作 还集体的团结的出来工作 所以智慧告诉人 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得智慧 古人还发现一个情况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但他们做事很齐心 很勤奋 每天一心专注的 就是为预备过冬的粮食而工作 第六节到第八节 智慧既然以蚂蚁作为人 要学习的参照物 那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就是智慧在对人发出训诫 既然大自然当中 连蚂蚁这小生灵 都在努力工作 天天预备食物 剧烈粮食 那人又当如何呢 所以第九节 智慧就在呼唤懒惰人 究竟还要睡到几时呢 何时才能睡醒呢 在圣经当中 尤其是真言里面 好多处的经文 讲到懒惰人的情况 有一节经文 是我认为特别精彩的 那就是真言的 二十六章第十五节 那里讲到懒惰人 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向口撤回 也以为牢罚 这些经文 讲到人的懒惰 实在是讲得活话 一针见血 他是在讲 懒惰人向盘中取食 就连将已经拿了食物的手 撤回来 都不愿费那个力气 那这人不会饿死吗 这人又该有多懒呢 但我还真的看过 这么懒的人 神的儿女 一定要从小学习勤劳 人若是不学习勤劳 到后来 就会吃亏 受亏损 十节 十一节就告诉人 人若继续的懒惰 再多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 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 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其实这第二段 六到十一节 论到麻衣 我们会觉得 在我们神的儿女 属灵的方面 特别的 有启迪和光照的作用 因为我们千万不要 将这里的勤劳和懒惰 看为是生活方面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世界上 有很多勤劳的人 他们比我们更勤劳 有的人一天只睡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但在这里 懒惰和勤劳 不是仅仅针对人的生存 为了能吃饭 能活着 这里的懒惰和勤劳 一样与人的属灵追求有关 在今天 有的人忙世界上的事 可能会非常勤劳 但他在属灵方面 就可能非常的堕呆 不付任何的代价 其实这里所讲的 就也是在向我们 发出警戒 人不单单要在夏天 预备过冬的粮食 人要预备肉体的方面的虚用 但同时 这里所讲的夏天 和要到来的冬天 也是指人 属灵方面的时间 你我现在就处在 属灵的夏天的阶段中 我们也要储存 属灵方面的食物 乃是为 属灵的冬天的到来 做准备 那属灵的冬天 可以被视为 是逼迫压力和难处 而现今做准备 其中一个最好被理解的方式 就是趁着我们今天 还年复立强 就好好的将神的话 神的真理 多多的储藏在 你我的生命中 因为搞不好 那信仰逼迫的 政治性的冬天就会来 搞不好 那身体方面的 遭遇疾病或衰残的 冬天就会来 到那个时候 就会很自然的显出 你我的生命 究竟在夏天的时候 储藏的足够 还是储存的不足 我们要学习 牢记这属灵的法则 就像第八节所说的 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 剧烈粮食 这样智慧所警告的 如强盗素来的贫穷 和那仿佛拿兵器的人 所象征的缺乏 就没有办法来袭击你和我 因为你我的生命当中 都满了储备 满了神鼠天的丰盛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北京有位神的老仆人 他因为坚持神的真理 后来被下在肩中 从1958年 一直到1980年 度过了很多年 没有自由的日子 但这位神的仆人 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认真的读神的话 他将神的话 深深的藏在心里 所以在监狱和劳改的过程中 身边虽然没有圣经 但依然能大段大段的 背出圣经中 有名的章节来 1991年 当他离世归主的时候 已经是91岁 他为主受苦的 属灵经历就在告诉人 当人生还在夏天的时候 人就是该好好的来预备 蜀天的食物和粮食 这样 哪怕你人生的冬天会到来 不管这冬天 以怎样的形式 临到你 你在灵性的生命中 都不会遇见贫穷和缺乏 就让你和我都来学习 麻溺的智慧 做一个不懒惰 在生活工作中 尤其在蜀灵的追求上 都能够勤劳的人 愿圣灵帮助